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特殊关税优惠 香港的定位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冲击 你可以看到除了这个之外 川普也依告 美国将退出WHO 如果从这个主轴跟未来的发展来讲 我想我们正在 面对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走过的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个我们看到香港的地位 在过去这100多年当中 你可以看到从在鸦片战争之后 到中国在清朝的这种香港的99年的租约 到1997年香港回归 在过去这段时间从鸦片战争之后 香港一直都是资金最重要的避风港 也就是说不管国际间在怎么动乱 香港它拥有一个相对法治跟自由的优势 再加上香港低税的优势 那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全亚洲最重要的资金的避风港 这个避风港的角色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一定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我最近注意到第一个 香港本地财团都出来来生演港版国安法 有一千多个财团 但是如果大家从最近的状况来看 包括李嘉诚旗下的企业 股价其实都跌得很惨 那换句话说呢 他们嘴巴讲支持港版国安法 但是呢行动上 他们已经瞧瞧把香港的资金 跟资产做一个转移 所以这个对香港未来的发展 我想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一个就是说 现在中国完全控制香港之后呢 那香港的资本市场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巨大的改变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我们看到香港的包括现在 香港股市啊出现一个直变跟量变 一个就是现在在美国挂牌的 包括网易跟京东 他们要回到香港来挂牌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香港过去在1969年之后 他有一个这个恒生成分股 这当中啊从过去的 宜合洋行的时代 到香港本地财团 慢慢过渡到现在后来 你看到像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变成一个 蓝筹股的成分股 现在呢 我相信香港的股市啊 会完全由中资股来主导 这个时候我想 市值最大的是阿里巴巴 然后呢往下看的是腾讯 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 包括美团啊 后来要挂牌的京东跟网易 或小米他们将来会在香港股票市场扮演相对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啊 从美国上市挂牌的公司 慢慢他会转移到香港去挂牌 那香港会将来会变成一个 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那原来香港资本市场的结构呢 他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是在未来香港的资本市场 大家可能会要面对的 第二个呢过去台商在大陆赚到钱 通常来讲香港是最好的资金 parking的一个最重要的避风港 那如果港版国外法通过之后呢 香港过去的避风港角色 我相信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巨大的改变 这个时候大家要去思考 就是香港如果他不再是国际的避风港 那台商将来的资金的 在两岸三地的控管或资金汇进汇出 他是不是会以香港来做中继战 我想这个会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一直在想 如果香港失去原来的避风港的角色 那台湾我们能够肩负什么的责任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想 台湾的金融会应该要更进一步 去要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在过去很长时间 其实你看到台湾 我们因为台湾本地的税高 所以国际的时候的这种 这个个人理财也好 是财务管理 基本上都在香港跟新加坡来进行 如果香港在未来这个角色出现 巨大改变的时候呢 台湾应该要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能力呢 来承接香港过去在这种 国际的资产管理的角色 我们可以了解台湾 每一季到现在为止 39季这个金融账都是净流出啊 那为什么净流出呢 我们大部分人在台商外面赚钱 大概都parking在香港跟新加坡 那如果香港将来的角色改变了 我们应该要有这个志气呢 来争取台湾变成一个 国际投资理财跟这个金融理财的 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政府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 银行金融机构 应该要大家去思考的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很多有钱人把钱放在境外 台湾的银行业呢 根本做不到这种 个人的财务管理的商机 这个时候我们把商机推给了香港 香港如果将来在这个上面有余力的话呢 台湾应该更当仁不让 要把这个财务管理的位阶跟角色应该要把它争取回来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金融法规的松绑跟现在的税制要不要去做一些改变 我想这是现在政府要去思考 我们相对香港的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变成一个艺术拍卖的重镇 台湾呢我们也同样把艺术 拍卖市场拱手让给香港 这当中也包括香港在08年把这个红酒税取消以后呢 它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红酒的拍卖中心 这个这些都是香港在利用低税当中所建立的一个避风港的角色 这个时候如果香港未来开始有比较大的改变的时候呢 台湾应该去思考我们有没有能力呢 把过去香港扮演的机能跟商业的角色呢 能够有一部分呢在台湾重新得到认定 这个让资金演绎在台湾 我觉得这是应该现在政府一定要去考虑的一个台湾的新定位 我想台湾在过去30年当中 我们的人流物流金流几乎都是外流的 现在在美中贸易战之后呢台商开始回流 这个时候香港在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想台湾应该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台湾会有一个新的定位形成 这个新的定位呢台湾一定要思考 台湾未来所扮演的角色能够承担 来承接香港在这种百年巨变之下的台湾的机会 我想这个我们要看将来在蔡总统的领域 领导下呢我们现在行政院在相关的配套措施 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 我们现在行政院在相关的配套措施